在今天的节目名人回客室 首先要带您来认识的主角 是这位81岁的资深艺人陈淑芳 入行63年了 今年以电影《孤魏》和《亲爱的房客》 两部作品首度入围金马奖 就一口气获得了最佳女主角 女配角 还有原创电影歌曲《三项题名》 她在歌试的戏剧里头 诠释各种不同处境的女性 总是非常的到位 被封为国民阿嬷 那您知道吗 其实陈淑芳的出生 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富家千金 她在九份出生长大 爸爸是金矿大亨 童年时的陈淑芳 邻居朋友们连吃饱都有问题 而她是牛奶喝到腻 同学打赤脚 她穿皮鞋 还可以四处去旅游拍照 在那个年代的大火人家女儿 选择要念第一届国立一专 可是经历家庭革命的 她告诉阿公要去当导演 等到念完书才顺水推舟 随着电视三台的开台 一步一步走进荧光幕 但说起来真实人生 远比自己饰演的任何角色 都还要更戏剧化 她曾被下药而怀孕 也被前夫囚禁 甚至遭到好友的诈骗 最苦的时候 全身上下只剩下200块钱 来看书方阿嬷 如何把生活化为丝丝入口的演技 我是她们家顶楼家盖的访客 阿嬷 你怎么办 对啊 对啊 罹患糖尿病的房东太太 面对同志儿子意外过世 被迫接受儿子男友的照顾 特殊剖析关系 内心有着外界无法理解的情感冲突 内恋却又充满张力的诠释压抑情绪 资深演员陈书芳 凭着这个角色 入围2020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最亲爱的反过这个妈妈的这个角色 虽然知道说是儿子是跟他出去死掉 很怨 很恨 可是心里头还是蛮感激她 这些年来还是要他照顾我跟我的孙子 淑芳姐一定是有对妈妈这个角色的揣摩 放在那里面 有 因为这个是个糖尿病 要节制的一个妈妈 所以我特别要求化妆师 说阿嬷都教我一些 比较水气的 比较水气 人家都要比较水气 我说太多一定比较差 不怕为戏办丑 虽然电影中演的是困苦角色 但真实人生的陈书芳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前景大小姐 民国28年出生在九份 爸爸是金矿大亨 童年时期邻居朋友连吃饱都有困难 他却可以和家人四处旅行拍照 我那个照片是最近才找到的 是我周岁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带我去 仙公廟 去仙公廟 去仙公廟 还在那儿欺负 那个时候 对啊 家里面有钱的 人家打光脚我是穿皮鞋 门口挂了一个框框 是早上送牛奶奶 喝到说我不喝啦 换别的吧 你还想换口味 换羊奶 学校运动会人家会跑 我不会跑 因为我没有打过光脚 我都穿皮鞋 这就是千金啊 对啊 今天我只穿这条卧鞋 我也要求你 我也要求你 富家千金出身 但一直以来 几乎演的都是长辈或妈妈的角色 被封为国民阿嬷的陈淑芳 十九岁就成为电影演员 入行至今已经六十三年 但一开始家人并不赞成 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电影 什么叫做什么戏剧专科学校 我哪儿说一说 妈妈妈 不认识的 生孩子会做戏 那个戏剧 古代人都说这样 高兴都说 刮路 刮路 不算自己高充 没高充 咱们搬鞋啊 怎么高充 不行 我没搬了 我是要去讨 讨我可以做得演 不过来我感觉 讨厌很辛苦 我没了 我还是当演员 你当演员啊 对啊 我就知道当演员 一路再下来就这样子 那个时候入行的关键是什么 入行的关键就是喜欢啊 他们找我拍我就拍啊 我这样拍拨一四人 给我们一个小钱很大 所以要去思考一个 二十年不要跟你们生年落到六倍 下一个要接什么样的吗 没有演过 很想要演过的 太多月了 没办法 没办法就是说 你站边还没演过 站边 站在路口那边 摆一支粉 陪包包 平常是有在揣摩吗 我吃粉是台语片拍了一部 叫做 在家妈妈 那里面就要做母亲 做酒咖喱 就要吃粉 和其名和导演 叫我说回去 粉吞了 对平常出来 吞了 所以要冷湿 你本来会要吗 我不要 房间门关起来 走走 没了 没出来 我吃 我那个感觉就是说 水粉比水酒更艰难 因为你在冷 演过各种角色 陈厨芳的人生历练 和演艺经验一样丰富 她二十多岁被下药迷婚 因此怀孕成了小三 纠缠十一年才结束不伦练 后来远嫁澳洲却被前夫囚禁 好不容易逃回台湾 却又遭到好友诈骗 全身上下 只剩两百块 我家里有后接 有老母 两个小弟跟外奖 那辛苦比较两百块 两百块 两百块 这两百块 怎么想我 我又不敢起来说 你怎么有电力让我打 以前我没有经纪公司 自己去拜祭 对 乡人的台义 台义聂局 百点钟 只能够八百块而已 好 那你怎么每天有 没有 每天十十十萬年 現在幾百十的 我去拿去吃飯 拿一百塊錢 吃去賣菜 剩兩百 一百塊錢買菜 我一百塊 六塊 我想今天我還找不到 我怎麼知道 媽媽也賣菜 我怕幾個都沒有回家 我把那罐拿去講的 我這罐水給你想想 我來找三名人 三名人 我考慮給我做 真的 不是說是我一定要演女主角 一定要演什麼重要角色 哪怕你叫我去演一場戲 一句話我都去 那這罐水這罐過多久 有這段時間 我那一世人做好做的 不要聽過你跟我說什麼 入圍三項 競逸你 很抱歉 整個再整個再入圍 但你最難得女主女配 再唱歌 全部跟她抱回來 應該 一個人扛下家中經濟重擔 成熟方只要有戲就演 也更加磨練出 絲絲入口的精湛演技 終於在2020獲得金馬獎肯定 首次入圍就以孤偉入圍 最佳女主角和最佳電影原創歌曲 以及親愛的房客 角逐最佳女配角 即便81歲高齡還沒打算退休 國民阿嬤要繼續演下去